新城乡嘉陵村龙泉公园成为游客来花莲的打卡景点 乡长何理台表示 公园内除了有修气平台、清水阶梯、自行车步道之外 为了让游客来这里驻足美景 今年将编列预算、增设、凉亭设施 让大家能够享受嘉陵村的农天美景 乡长何理台表示 优美的环境需要积极的建设和用心以及维护 三者以来积极规划乡内环境的绿美化 龙泉公园是最好的范例 环境的绿美化 公园内设施改善以及兴建 小桥流水、自行车步道 穿梭在优美的树林之间 打造最优美宜人、最舒适的安全生活以及修行环境 龙泉公园是在民国92年的时候 我们向国防部、金贝局来争取 当时我们的嘉山基地所胜宜的土地 总共有将近4000坪无偿拨用 拨用给公所 什么叫无偿拨用?就是新城乡公所不用花一毛钱 就取得了这块土地 经过多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建设 各方面的设施已经陆续了非常的齐全 包括我们的荷花生态池 包括我们的步道 包括脚踏车 以及所有的一些设施 运动的设施 也是我们新城乡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后花园 每天早上晚上傍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乡亲在这个地方来应运动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站这个地方也在今年我们会盖一个很漂亮的凉亭会在这个地方 花园县新城乡嘉林村的龙泉公园是荷花万众瞩目的超美私访景点 每逢5到8月份是荷花深开的季节 休闲运动 入国的民众或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若一不绝 向何调表示 今年将会争设凉亭设施 让大家有个地方休息 可以停下来欣赏这美丽的农村美景 并且营造花园县最热门的打卡经理之一 记得节奏我们下期再见到我们下期再见